美国著名高等学府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惊传枪响 一名恐怖校友闯入校园开枪射杀工程系教授后吞枪自尽 警方随后前往枪手位于明尼苏达州住家 发现死者竟然列出一份死亡名单 当中包括两名加州大学教授所幸枪杀案发生时 另一名教授不在校园逃过一劫 但是警方在名单发现一名在几天前遭人枪杀的女子名字 警方相信女子的死与枪手脱离不了关系 38岁的枪手萨卡尔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毕业生 警方出不调查指出萨卡尔先在明尼苏达州枪杀一名女子后 长途驾驶来到洛杉矶杀死大学导师克鲁克在自杀 原本萨卡尔还打算枪杀另一名大学教授 但是目标并不在校园只好作罢 警方目前还在寻找枪手汽车下落 以便搜寻更多线索 初步调查显示枪手可能和家乡明尼苏达州的一起枪杀事故有关 因为在枪手列出的死亡名单中 其中一人是早前惨遭枪杀的女子 校友回校大开杀戒震惊当地市场 校方将在星期四复课并为学生及教职人员提供心理辅导 希望安抚他们的心灵